1952年2月 英国凯姆斯利报业集团的海外经理 伊恩·弗莱明心情比较郁闷 因为他的女朋友怀孕了 怀上了他的孩子 女朋友怀孕按说是一件好事 然而 在这么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面前 女朋友的老公居然生气了 他为了这么点小事 非要跟弗莱明的女朋友离婚 由于老公要跟自己离婚 这位可怜的女士只能来投奔自己的男朋友 对于这场完全意外的婚姻 弗莱明非常恐惧 为了分散注意力 弗莱明蹲在那间名为黄金眼的小屋里 开始骂字 弗莱明很早就想写一本间谍小说 现在他准备动笔了 当弗莱明拿起笔时 他突然想起了11年前在李斯本的那个时刻 以及那张玩世不恭的英俊面孔 思索片刻后 弗莱明写下了第一句话 凌晨三点 赌场的气味烟雾和汗水令人恶心 高强度的赌博所产生的灵魂侵蚀 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感官由此苏醒并开始反抗 两个月后 弗莱明的第一部作品《皇家赌场》诞生了 从此以后 世界上多了个著名的IP叫做007 虽然弗莱明自认为 这部草草完成的小说 是一部可怕的愚蠢作品 但其巨大的销量和丰厚的稿费 还是让弗莱明喜笑颜开 同时 他也不得不感谢那个男人给自己提供的灵感 谢谢你 波波夫 1912年 杜斯科·波波夫出生于南斯拉夫的一个 他自认为挺穷的家庭里 在波波夫童年的记忆里 他认为自己的家庭一定没什么钱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 自己家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搬迁 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 直到长大后 波波夫才意识到 自己的家境与童年的印象 其实是有所差异的 历史记载 从18世纪开始 波波夫家族就靠着经商成为了本地的首富 到了他爷爷这边 家族已经拥有工厂 矿产 银行 大型商店等一系列产业 转到他父亲 家族又敏锐地将事业扩展到房地产领域 到了波波夫出生时 家里的生意已经遍布了整个巴尔干半岛 所以 波波夫之所以觉得家族总在半间 是由于家里的房产太多 他们家在每个季节都会在仆人的促用下换一个庄园住 夏天的时候 他们在临海的杜布罗夫尼克消暑 冬天他们在贝尔格赖德的庄园里避寒 所以 波波夫的童年就是在这种颠沛溜里中度过的 到了波波夫稍微长大一点以后 父亲开心地发现 儿子已经跟其他的小朋友们交朋友了 为了让儿子有一个社交场地 父亲命令在海边给儿子修建了一座巨大别墅 也让儿子招待自己的小伙伴们 所以 波波夫的童年是非常痛苦的 优惑的条件让他失去了工作的意义 富裕的家境让他丧失了奋斗的勇气 无忧无虑的生活让他喘不过气来 除了接受精英教育外 波波夫的父亲对儿子没有任何要求 在顶级的家教培养下 波波夫12岁就精通了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 1929年 父亲把波波夫送到了英国顶级的寄宿学校 到了学校后 本来波波夫要求自己在校外买房住 结果 学校里的老逼灯居然要求自己住校 气得波波夫一把夺过老师打过来的教鞭 折成两段 从此跟这家学校说拜拜了 成功遭到开除的小伯爷 只能转进法国念完中学 之后又进入贝尔格莱德大学学习法律 在贝尔格莱德 钱多的烧手的波波夫 成功给家乡人民带来了一点资本主义震撼 父母辛苦了大半辈子 也该让我想想服了 在大学中 由于家有钱又敢花 正事不干就败家 学问高 长得帅 到处欠下风流战 几年以后 波波夫就收获了 南斯拉夫头号花花公子 全体贝尔格莱德女孩的情人等众多雅号 其实波波夫也曾经困惑过 自己这种奢靡的生活究竟能持续多久 孙明先生跟他说 你会一直奢靡到30岁 波波夫说 那之后呢 先生说 那之后你就习惯了呀 在灰金如土 女人如树中 1934年 波波夫成功前往德国弗莱堡大学金秋博士 然而 在德国 一生无敌的波波夫居然遇到了对手 作为国际知名学府 弗莱堡大学云集了各国的土豪留学生 在学生们成立的豪华的外国人俱乐部里 波波夫遇到了 那个与自己纠缠一生的男人 约翰杰成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 手持酒杯的波波夫 与丹麦裔德国人约翰杰成完成了出狱 经过自我介绍后 波波夫感叹 老约就果然不养闲人 相比于波波夫 约翰杰成的身世要凄惨得多 在杰成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顽固了 只留给他一个庞大的航运帝国 除了航运外 杰成家族还在香港开了一家洋行 这家杰成洋行 后来为中国引荐的大众 奔驰 沃尔沃 戴森 卡西肉等200多个品牌 还利用一家跑车公司进入中国 后来这家跑车公司 为了感谢杰成洋行 将自己的品牌一名 翻译做了保时捷 所以 家族自密的杰成 拥有和波波夫一样的处事习惯 在开学当天 杰成就带了两个信封 拜访了当地的警察局长 告诉人家 第一个信封 是我给本地警局的捐款 第二个信封 是哥们儿我预角的违章罚款 我这人开车容易置气 停车也比较随意 所以应该经常会章 如果运光了 您就跟我说一声 我马上去废 由于同样出身小康家庭 两位青年迅速在对方身上 感受到了与自己相同的气息 很快成为朋友 经常在一起飙车泡妞 和进行一些不可言说的社交活动 然而 虽然很多地方都抽着将头 但这哥俩还是个观点不一致的地方 比如政治 波波夫一家历来没有关注政治的传统 虽然家族人脉广泛 但从不表现出政治倾向 但结成则不同 出于朴素的正义感 结成极其反感纳粹 受结成影响 波波夫也开始讨厌纳粹 经常在俱乐部里 对纳粹高度赞誉 本来作为外国人的波波夫 对此也并没有什么恐惧 直到1937年夏天的一个早晨 波波夫的宿舍 突然被一群大汉踹开 不许动 盖世泰宝抓人 还不等波波夫反应 盖世泰宝就连腿带嗓的 把他抓到了车上 在审讯室里 波波夫被五花八八 凶神扼杀的盖世泰宝 在给足他心理压力后 问出了第一个问题 有人举报 说你是共产党 这罪名直接把波波夫给整乐了 兄弟 你们抓人之前不审查的吗 满世界打听打听 哥们是谁 我他妈啥接一成分呢 我当共产党 你说我是共产党 证据呢 盖世泰宝头目又有个说 五天前傍晚六点 你开车前往一家郊区工厂 跟一个女工密会 有没有这个事 波波夫非常无语 有 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那女工长得特别漂亮 开车去只是为了关怀他一下 天地良心 我对你们那套理论没兴趣 更没兴趣反纳粹 接下来 审讯者又问了波波夫一系列问题 都被波波夫一一辩解 但是盖世泰宝的词典里 是没有无罪释放这个词的 或者说盖世泰宝就没有词典 在变访了波波夫的交集圈后 盖世泰宝很快就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 证明波波夫反纳粹 带着胜利者的笑容 盖世泰宝把波波夫扔进了监狱 然而 得意洋洋的盖世泰宝 此时还不了解波波夫的家事 在波波夫被捕后 杰成四处奔走想要营救他 在德国的努力失败后 杰成打通了波波夫父亲的电话 先生 你儿子在盖世泰宝手上 想要救他就赶快想想办法 在听说儿子被抓后 波波夫的老爹大吃一惊 相比于杰成 波波夫的爸爸救人的方式比较简单 他直接打通了南斯拉夫首相的电话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赶快把我儿子捞出来 首相大人愣了一会儿 然后就打通了赫尔曼·戈林的电话 很快戈林的指示就下给了盖世泰宝 立刻放了波波夫 在戈林的指示下 盖世泰宝不情不愿地放了波波夫 但余怒未消的他们 命令波波夫立刻离境 无奈的波波夫只能离开 在火车站的月台上 波波夫和杰成紧紧握手 兄弟 这次救命之恩我会永远铭记 将来无论你需要任何帮助 尽管来找我 只要是你提的要求 我全都照办 1940年2月的一天 已经成为律师的波波夫 收到了仆人带来的一封信 那是一封来自柏林的电报 署名是杰成 内容简单而急促 我需要见你一面 很急 2月8日我在塞尔亚国王酒店等你 收到邀请后 波波夫赶快赴约 时隔三年再次见面后 波波夫发现杰成成熟了许多 但也颓废了不少 他非常紧张 不停地抽烟喝酒 在谈话中 杰成讲述了自己的大麻烦 他毕业后 接手了家里的航运生意 结果 生意刚有起色 战争就开始了 整个北海都被盟军封锁 用不了多久 我家的生意就得破产呀 听完杰成的困难后 波波夫询问 自己可以帮上什么吗 杰成的回答倒是很明确 南斯拉夫目前不在盟军的封锁范围 如果能用上航运许可证 我们家的买卖也许可以维持 波波夫说这事简单 航运许可证 我一周就能搞定 另外我跟国内的几个航运大佬 也有点交情 你可以跟他们合作 以后告南斯拉夫的起跑船 杰成感激不尽 立刻回去准备材料 两周以后 航运公司的麻烦就搞定了 在庆祝的同时 杰成又说起了 自己的第二个麻烦 由于之前入了德国国籍 所以战争开始后 我已经被国防军征召了 一旦我被派去打仗 我死不死倒是小事 家族的生意肯定是完蛋了 不过 你有没有听说 德国有个情报机构 叫阿博维尔 他们给了我一条出路 如果我帮他们 搞掉一点情报的话 他们愿意给我一个间谍的身份 这样非但不用服役 去欧洲各地出差 也不受影响 听了这个要求 伯伯夫有点不爽 他知道杰成一直讨厌纳粹 自己同样也讨厌纳粹 可是没办法 事儿逼到这步了 所以他问杰成 阿博维尔对哪方面东西感兴趣 杰成说 我们可以试着打听一下 有哪些法国政客 可能会跟德国合作 伯伯夫沉默一会儿 行吧 我会帮你搞定这事 其实这件事很简单 我们甚至不需要去法国 只需要把这些政客的履历言行 收集起来 不难找到潜在的投降派 第二天 伯伯夫就开始利用家族人脉 收集有关法国的信息 他开始和杰成一起逐个分析 最终拿出一份报告 里面包括一大堆法国国官 其中有一个是他们认为 很有价值的潜在合作者 被当个人帅 在报告成交的一段时间后 杰成兴奋地告诉伯伯夫 自己终于顾关了 柏林对那份报告非常满意 祝南斯拉夫十关五官 会亲自过来向你表达感谢 希望你能隆重接待一下 在一番招待之后 杰成终于挑明了自己的目的 兄弟 你的水平太高了 阿波威尔要我拉你入伙 帮他们搞英国的情报 到了这里 伯伯夫终于明白自己被套路了 姓约的 别人为兄弟两肋插刀 你他妈插兄弟两刀是不是 什么法国报告 你就是想拉我下水是不是 杰成羞愧的低下头 对不起伯伯夫 我实在没办法 从你给我办下航运讯讯证后 他们就盯上你了 我实在不敢拒绝 求你帮帮忙吧 伯伯夫叹了口气说 我需要考虑一夜 然而第二天早上 杰成敲响了伯伯夫的屋门 笑着说了一句话 伯伯夫 如果想摧毁一个组织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一瞬间伯伯夫恍然大悟 摧毁一个组织 最好的办法是加入的 告诉你们领导 这活我接了 第二天一早 伯伯夫就走进了 英国纵南斯拉夫大使馆 他早就认识一位 在大使馆工作的陆先生 那斯猥琐的表情 早就暴露了他的身份 他一定是军情六处的人 伯伯夫找到陆先生后 也不废话 先讲述了一下 自己最近的经历 然后表示 阿波威尔现在要拉我入伙 你们对这件事 有没有兴趣 我愿意帮你们一帮 陆先生认真听完 伯伯夫的描述后说 你值得自己现在 在做什么吧 你也知道 现在我国在西县的战士 不太顺利 你确定你要投赢 伯伯夫大义敌人的站起来 讲了一大堆口号 什么纳粹涅狼 滔天敏论 天下英雄共诸之士等等 然而陆先生听完后 毫不激动 而在曼条斯里的表示 你在戴英 陷入逆境之时 伸出援手 我个人非常感动 但是呢 这事我说了不算 一会我上报一下 您下午再来 伯伯夫差点气得背过气去 说了不算 你飞这么多话干嘛 他只能在下午 又一次进入英国大使馆 这次接待他的是个中年人 然而 这个男人对伯伯夫的壮举 赞叹了一番后 又一次的表示 这事我说了也不算 需要向伦敦请示 你回去等通知哈 在那么一瞬间 伯伯夫几乎放弃了 投影的想法 甭管人家德国人杀立场 起码人家效率高 你们英国人在请示 一会儿小约翰都要更新了 不过 好在英国人没有请示太久 几天以后 一个叫斯科特的人 给伯伯夫打了电话 于是伯伯夫第三次 来到了大使馆 这次终于不用向上请示了 伦敦希望他继续 跟德国人接触 我们这边 对德国有很多话要说 比如你先回去 跟德国人透露 已经引起国内不满 很多政客已经组成返球联盟 准备与德国谈判 在确定好细节后 伯伯夫很快进入了角色 两大强国为了伺候他一个人 分分给伯夫取了代号 德国给伯伯夫的代号是伊万 而英国给的代号是侦察兵 1940年11月 在阿博维尔的安排下 伯伯夫前往罗马 在那里他会得到进一步指示 找机会前往伦敦打探警报 到达罗马后 伯伯夫很快就坐在了 约定碰头的巴黎咖啡馆 按照指示 他在桌上放了一份报纸 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 按照约定 街头人看到这些 就会主动来找他 中午11点左右 一个文质彬彬的老头 在伯伯夫的身旁徘徊了一会儿 然后挨着伯伯夫坐下 低声地询问他 您第一次来罗马 伯伯夫一听人来了 素质了身子 不 我以前来过几次 老头微微一笑 哦 但也许你有兴趣 再次参观某个地方 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些指导 伯伯夫心领神会 啊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 梵蒂冈伯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老头很高兴 你找对人了 我是梵蒂冈的专家 咱们走 伯伯夫说 走 就这样 老头带着伯伯夫离开了咖啡馆 然后 他就真的带伯伯夫前往了梵蒂冈 一路各种参观 从雕塑到壁画 一路上滔滔不绝 把伯伯夫都听蒙了 不对啊 街头城区不应该有这些呀 老头一直介绍到下午一点多 伯伯夫终于崩溃 他直接询问 大爷 您就没有点正事 老头愣了一下 在这 伯伯夫说 这就是个教堂吗 有啥不可以的 老头无奈地点了点头 虽然有点亵渎上帝 但既然您坚持的话 然后老头解开上衣 从口袋里掏出了十几张裸女的照片 开始一张一张地 给伯伯夫讲解 其价格和特点 伯伯夫愣了很久 才明白 这老头不是街头人 人家是个拉皮条的 下午三点 找人已经找疯了的街头人 终于把伯伯夫堵在了酒店 完成了这次艰难的街头后 伯伯夫按照指示 去了葡萄牙里斯本 在那里 他见到了自己在阿伯威尔 真正的上级 疯卡尔斯托夫 作为一个样板级的德国人 卡尔斯托夫是个严谨的老特工 为了摸清伯伯夫的底细 卡尔斯托夫派自己的女秘书 去侦查了一下 然而 卡尔斯托夫派去跟伯伯夫 对接的女秘书 很快被伯伯夫拿下 没摸清伯伯夫的底细不说 自己这边的情报 还被套出去不少 带着满满的收获 伯伯夫于1940年11月底 抵达伦敦 阿伯威尔给他准备了很多东西 比如间谍相机 隐形墨水等等 除此之外 还有多达五张的情报调查问卷 是的 作为国际情报界的一朵奇葩 阿伯威尔在给间谍下任务的时候 是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发布的 而且 在制作问卷时 他们不贵德国人的严谨本色 阿伯威尔问卷的内容 详细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 比如某地某驻军的人数 主观姓名 履历 冲锋枪数量 步枪数量等等 也正是因为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 如龙金加西亚等豪杰 才能批量生产情报 因为实在是太贴心了 照着把往里添数就行 德国人给伯伯夫的任务 大体有三点 找到丘吉尔的反对者 寻找英军在闪电战中的痛点 收集地方军事信息 尤其是反坦克方面的信息 到达伦敦以后 波伯夫和军情六处的领导碰了面 通过德国人的任务 六处认为 希特勒对战局开始了犹豫 此时有点战和不定了 基于这个判断 六处开始设计 波伯夫要递交的情报 首先 政治上要给纳粹谈判的希望 要让希特勒认为 英国国内是有大规模的 反丘吉尔团体的 只要战时放缓 就会与德国讲和 其次 一定要让德国 高估英军的反登陆能力 这样才会让德国 放弃军事冒险 在确定了基本原则后 大量的情报 开始向阿波威尔呈送 根据波伯夫的身份和性格 六处精心设计了 波伯夫的情报形式 比如关于政界 反丘吉尔的情报 大部分都是 波伯夫听到的 英国政商人士的谈话 这些谈话 与他的交际身份相符 在军事方面 六处位波伯夫提供了 真的英吉利海峡 鱼雷不方图 但是在真情报之外 波伯夫也提供了 大量有图片 有数据的假情报 比如 才严重夸大了 英国陆军的规模 让德国把英国陆军规模 高估了15个师 在武器装备方面 波伯夫通过走访 照片和图拍文件 等各种形式 力图让上级相信 英军已经列装了 三万多支反弹客枪 这对装甲部队非常致命 实际上 英国当时的反弹客枪 确实不少 只不过由于 生产线没来得及调整 这些武器根本有枪无弹 根本有熟练的枪手 在战场上 只能提供出 攻击以外的一切火力 但是 在波伯夫图文命貌的情报下 阿波伯尔完全相信了 这些情况 这对希特勒的西线战略 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1年1月 波伯夫回到了利斯本 阿波伯尔给予了 他英雄般的尊重 上级亲自中奖了 波伯夫一万美元 从此将波伯夫 当作阿波伯尔手中的 一把戾气 对于波伯夫的表现 德国人很满意 英国人更加满意 英国人唯一的担心是 波伯夫的作风 实在太开放了 走到哪儿 让到哪儿 六国的女人 都够错个集团军了 完全不像个间谍 为了避免出事 军情武术 派了一个叫 金菲尔比的高级专员 来利斯本监视他 几周以后 金菲尔比 在给东西方的报告里 对波伯夫疯狂作糟 他说这个波伯夫 简直是个太敌 他那些无法言说的行为 简直让我无法言说 对此 波伯夫也有自己的解释 我本来就是个花花公子 我要是改邪归正了 都对不起南斯拉夫人 那张嘴 突然改变习惯 不正说明我心里有鬼吗 所以花天九地 只是为了掩护我的身份 我这是为国享乐呀 我容易吗 时间来到1941年4月 为国享乐的波伯夫 乐不出来了 这一个月 纳粹进攻了南斯拉夫 他的祖国灭亡了 更要命的是 他和家人失去了联络 战火纷飞中 他也不知道家人是否安全 在担心与忧愁中 波伯夫在马德里 观赏了斗牛比赛 也许人倒霉 喝凉水都打后脚跟 在那场斗牛中 斗牛是惨败 坐在波伯夫后面的 一个观众说 那家伙正在像 南斯拉夫一样崩溃 波伯夫勃然大怒 转时就抽了那小子 一个大耳光 你崩溃了南斯拉夫人 都不会崩溃 双方直接扭打在了一起 这件事后来上了新闻 然后就引起了 阿博威尔高层的注意 南斯拉夫被灭 你这么激动吗 看来你对我国的行动 很不满呐 你究竟向着哪边 在这个致命的戒骨眼上 两位好人拯救了波伯夫 其一是他的德国上级 卡尔斯托夫 在事件发生后 卡尔斯托夫赶快向上级表示 波伯夫人才难得 他为我国的情报事业 做出过重大贡献 不要在意这些 无关紧要的细节 而第二个人 则是好友杰成 4月下旬 杰成找到波伯夫 告诉他 你们一家人我都找到了 已经送到了安全地带 等局势稳定一点 我就送他们去瑞士 放心吧 这次波伯夫是真感动了 本来他因为被迫当间谍 这事儿还有点埋怨杰成 现在他的心里只有感恩 兄弟 谢谢 在度过这次信任危机后 阿博威尔高层 不再放心 让波伯夫负责欧州的工作 因此上级下了新指示 你去美国吧 虽然美国现在还没参战 但也不妨先去打探一番 经费给租你 你去看一看吧 波伯夫并没有拒绝 很快在阿博威尔和军情六处的安排下 带着足足8万美元经费 波伯夫准备从里斯本前往纽约 然而 在里斯本 军情六处一个叫伊恩·弗莱明的小特工 听说有如此巨款在一个花花公子手里 他认为很不安全 便自作主张地跟踪波伯夫 波伯夫很快注意到了弗莱明 他故意带着弗莱明前往一家豪华赌场 在赌场里 他一把赌博豪制了5万美元 也能全场惊呼一片 关于这场赌博的结局 弗莱明说他输了 波伯夫说自己没输 但无论结果如何 波伯夫在赌场里的潇洒形象 都给弗莱明留下了终身的印象 从此为世界贡献了007这个超级IP 1941年8月10日 波伯夫跳上一架飞机前往纽约 对于这次任务 阿博威尔虽然给他的经费很足 但调查问卷却很少 在飞机上 波伯夫一直在沉思 为什么在这有限的调查问卷里 有三分之一都跟夏威夷的珍珠港有关呢 波伯夫好奇的地方在于 以德国海军的实力 哪怕搞到了三体人的水滴 他们也打不到太平洋 那他们为什么要调查珍珠港 这时他突然想起 结成跟他提过的一件事 最近有很多日本人来德国串联 与阿博威尔的高层有很多接触 天哪 不会是日本人想对珍珠港下手吧 下飞机以后 波伯夫立刻要求与爱德加胡佛见面 以将自己的担忧告诉对方 但FBI对他似乎并不重视 与胡佛的会面一日期一直在推演 更糟糕的是 此时的波伯夫因为一些 不可言说的作风问题 被FBI打了个正招 FBI开始怀疑他的可靠性 因此 波伯夫后来与胡佛的见面毫不愉快 胡佛完全无视了 他关于珍珠港的警告 而且表示 老子不需要你帮任何忙 你闭嘴就行 再废话老子就把你驱逐出境 由于胡佛的敌势 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的任务 波伯夫都无法完成 我可奈何之下 那我还是玩吧 与胡佛谈崩之后 波伯夫先生再次恢复了 浩浩公子的生活 拿着巨额的经费花点牛地 他本以为珍珠港事件后 胡佛能够跟他联系 事实证明他多虑了 一路挥霍到1942年10月 由于花掉8万多经费 就毫无成果 阿伯威尔终于扛不住了 把他调回了欧洲 回到里斯本后 阿伯威尔不再给波伯夫新的任务 大哥你太费钱了 我们实在养不起了 在这种诡异的空前下 波伯夫重新找到了杰成 俩人恢复了大学时期的快乐 在美酒飙车中 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同时 波伯夫也正式策反了杰成 两人开始一起接受英国的指示 为阿伯威尔提供假情报 1943年 阿伯威尔来了个新上级 新上级为了画饼 向波伯夫展示了很多 成功前辈的事迹 比如 有个代号叫西塞罗的兄弟 弄到了德黑兰会议的日程表 看个人家 学着问你 对于这个消息 波伯夫没有太在意 转手就把消息报给了英国人 对于西塞罗的故事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了 在换了新上级后 波伯夫继续向阿伯威尔 汇报着军情六柱 精心编写的假情报 由于这些情报 纳粹把英国本土陆军 高估了25% 海军舰艇高估了40% 最讽刺的是 英军研发的一大堆 不存在的高端军装备 被德国完全相信 比如什么虎风水上轰炸机 分禁号重型坦克等等 大量的假情报 终于 当诺曼底登陆即将开始时 波伯夫和杰成也参与到了 那场伟大的战略舞蹈中 他们将大量假情报 递交给了阿伯威尔 以掩护盟军的真实目的 然而 1944年5月 在波伯夫去法国 出了一次差 回到里斯本后 他却惊讶地发现 杰成不见了 波伯夫询问阿伯威尔的同事 没人知道杰成的下落 询问英国方面 戴英居然切断了跟他的联系 一种不祥的预感 笼罩了波伯夫 今年6月 英国终于联系了波伯夫 他们得到消息 杰成于4月29日 遭到不明人员绑架 他掌握着 大量登陆行动的信息 一旦泄露 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一刻 波伯夫并没有心情 关心什么登陆信息 他只想知道 自己的朋友在哪里 可是在这二旦的最后阶段 找个人谈何容易 勉强熬到战争结束后 波伯夫立刻出发 踏上了学人之旅 他先查阅了 盖世泰宝在里斯本的资料 找到了绑架杰成的盖世泰宝 原来 绑架杰成的人 并不知道绑架他的理由 他们只负责把杰成 送到巴黎的盖世泰宝总部 于是 波伯夫赶紧驱车前往巴黎 一通打点后才又得知 杰成跟随撤退的德军 一起回了柏林 而他被抓捕的原因 很可能并不是身份暴露 而是战争中积累的财富 被人盯上了 此时德军已经行家崩溃 很多纳粹高层 想要搞一笔钱用来跑路 于是 波伯夫又前往柏林 在那里 波伯夫得知 杰成在柏林受惊拷打 但关于盟军的信息 他一字未处 所以 毫无收获的盖世泰宝 于1944年7月 把他送去了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那些幸存的人告诉波伯夫 杰成被送过来时 被打断了几根肋骨 严重营养不良 几乎无法说话 就在波伯夫进一步 打听杰成的消息时 一个英国军官来到这里 故地重游 当他得知波伯夫 在找杰成时 大吃一惊 该死的 我记得他 他一直一言不发 但也不停为越狱做准备 我本该带上他的 可是他实在太虚弱了 根本跑不远 他当时把他准备的食物 让给了我 让我去伦敦求救 还让我给伦敦带话 内容是 行动未受影响 先生 如果你能够找到杰成 请务必告诉我 我家就住在伦敦 我叫杰克丘吉 在这无限的悲哀 波伯夫继续寻找杰成的下落 最终他在集中营的记录里 看到了杰成的结局 1945年2月 5名盖世太保成员 将约翰杰成带出了集中营 对于这句话 恐怕谁都能想到 杰成的结局是什么 但波伯夫依然不甘心 继续不停地寻找 最终他找到了一个名字 沃尔特·萨尔泽 波伯夫听说 就是这个人杀掉了杰成 他找到了萨尔泽 将其打了遍体鳞伤 对方痛苦流涕地求饶说 自己只是执行命令 并没有折磨杰成 在犹豫良久后 波伯夫最终没有杀死他 在巡人结束后 波伯夫很快退出了 英国的情报系统 他在巴黎开了一家出版社 此时南斯拉夫 已经成为共产主义国家 出身大自稳家的波伯夫 无法回国 1946年 波伯夫加入英国国籍 后来为了建立 欧洲经济共同体而努力 他还参与了 欧洲梅钢共同体的协议宣述 为后世欧盟的建立 打下了重要技术 在007的电影上映后 波伯夫还经常带着家人捧场 只不过他认为 詹姆斯·邦德的行事作风 比自己低调得多 1974年 波伯夫出版了一本自传 名叫《间谍反间谍》 因为读起来像007小说 很多人认为这是瞎编的 直到后世解密了 与他有关的文件时 人们才知道 波伯夫并没有吹牛 然而 战后的波伯夫 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洒脱 据他的家人回忆 战后的波伯夫 绝没有他向外人展示的那样快乐 1981年8月10日 波伯夫也有矮症去世 在他的弥留之际 将来听到了 这位传奇特工留学的 最后一句话 约翰尼 真的是你吗